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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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或二给我知道你们是什么卖家 一是你们还没有在网上卖的 然后二是你们已经是网络卖家了 好 我们就简短的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会和你聊些什么 那么第一呢 我们会让你了解到一些马来西亚电商的一些现状 然后还有当前市场的趋势 会有什么就一些理由让你加入这个网卖 然后为什么你应该选择在网上卖你的产品这样哦 然后还有以及BGM可以如何在你的网卖路上协助你的网络生意 好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一些电商的现状 所以根据这个图表呢 你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呢 已经有82%的马来西亚人是在使用着internet的 所以这个82%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就大约是2600万人左右 真的是不要玩 这个数字真的是很大 是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是让你可以开始你的网络生意的 那么在这些internet user里面呢 是有50%的马来西亚人是有在internet上面买你们所需要的东西的 他们会买什么呢 就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订购机票啊 然后买一些book hotel啊 然后还有买一些日常用品类等等衣服啊 然后食物啊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你的网络生意 我觉得真的不要再等了 因为这个1653万的网络买家 将会是你之后的购买读取 就是等于你拥有了新一批的客人 好 现在你有想过要网卖吗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要不要开始网卖这件事情 如果你有考虑请安一 如果你有考虑请安二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说说 就是如果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咯 你还不知道要做哪一类的生意才是继续受欢迎的 我们来告诉你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数据 这是关于到 Malaysia一些网络买家平时的购买习惯 比如说如果你要在 internet上面买一个东西 假如你要买一个耳机 通常你是会怎样做 所以平时呢我告诉你们 平时呢91%的人会在网路上搜寻那些有关耳机的资料 可能他们会google就什么2020年top 10强力推荐的耳机啊 或者必买的耳机等等的 所以你是不是也会像他们那91%的人一样 你在买一样东西之前你会先去做调查 就可能问一下google啊问一下youtube这样 因为我是会啦 然后之后呢有88%的人 他们会在那些网路购买平台上面 比如说shopee啊lazada啊去search他们要买的耳机的 那么其中80%的人呢会选择在网上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37%的人呢会是去用这个电脑来做交易的 反而有62%的人是使用手机去做这个购买的动作 然后这个62%的这个数字 其实是电脑的差不多一倍数量哦 由此可见你们把你们的那些website啊 转化变成一个手机格式呢 就是mobile friendly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这样你把你的website变mobile friendly过后 也会让那些用户持续在你的网店看你的product啊 还有进行购买的 那么如果你现在还在想 嗯你要卖什么啊 然后我们就告诉你哦 就是呃我们来看这个malaysia人呢 呃通常会在哪个类别进行消费的 所以第一名呢一定就是呃流类相关的 就是我知道malaysia人都很喜欢旅游 所以大家都差不多用了27亿的美金是在这个旅游这方面的 然后第二名就是电子类产品 比如手机相机类 然后第三名就是服饰女装类 就是关于可以让我们一个人变得很漂亮的一个category 就是与美相关的 所以malaysia人竟然用了7.7亿美金在internet上面买 这些与美相关的产品 比起第一名第二名 这个类别我相信会让想要呃卖东西的那些女们 卖东西的女们更容易去实行 也很多呃通路去卖这个东西 而且比如说呃卖衣服啊卖食品 这样的事其实是在节日上是最热门的 尤其是在新年或者呃某某结婚 我相信呃这是每一个人尤其是旅行都一定会去买新衣的 还有近期Vaya也要打我吗 所以我们买同胞勒其实是他们无法去真正的店买到他们想要的意思 所以只剩下online shopping 如果刚好你有在卖八九古龙啊 然后或者那种很美的长修商业就比较适合我们的有福同胞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去创办这个网店来卖你们的产品的 所以呃你会不会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你的网络生意 你会不会考虑吗 yes 然后你醒安一是会考虑 然后二是不会考虑 然后呃接下来呃还有其他很多人会选择消费的 就是呃食物啊和个人用品类相关的也是很多人会喜欢在网上购买 呃比如说一些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啊用品啊食品的 尤其在mco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牛奶真的很难买 可是现在你知道你其实可以直接在呃那个funfresh牛奶网站直接订购那个 那个牛奶了嘛然后他们就会继续理想 所以我觉得这以上这些类别其实你们可以去参考看看的 如果你妈还不知道要卖什么的话这些都可以认真考虑看看 所以你还在犹豫不决然后到底为什么要在网上卖东西的话 其实如果你真正去了解你会呃那也会有很多值得让你去网卖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呃是呃网卖可以让你接触到以往不一样的购买主群 就等于你拥有了新一批的客户怎么说呢 所以是在网络世界其实是没有limitation的没有限制的 它不像一些呃实际店铺啊就是你的客户族群可能一直以来 只能限制在同一个区域就比如说如果你的店是在冰城的 那么去你店购买的一定大多数都是冰城人哦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店搬上去网上之后 可能会给整个malaysia人都可以search到你的这个店了 看你的productor当然当然也不等于你的店面要关啊 可是你可以选择在店面和online上面开始经营你的这个生意的 然后第二呢客户就可以无时无刻在你的网店上面进行购买的 如果你有在网上列出你全部的产品 平时的时候人家想要买他们就买 不需要等到隔天啊 然后还要驾车塞车然后才能去购买到你的产品 是比较容易让他们在你的网店搜寻到他们要的产品还有购买的 所以第三点我们看看 为什么选择在网络上售卖你们产品呢 就是邮寄还有快递公司方面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 然后变得很容易操作 卖家现在都不需要担心去邮局做account啊 然后还要排队寄包裹啊 现在你都可以在internet上面解决所有你的包裹问题了 可是而且而且现在的邮费是更便宜 而且那些快递公司是更值得信赖的 而且大家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司机他们都会上门取货 是一件很便利的事情 那么我们介绍我们看在这个MCO期间 其实是很多人的购买行为啊也开始慢慢有变化哦 现在很多人呢他们都喜欢待在家 或者是因为这个MCO的事件 所以他们就比较选择心待在家 所以大家都会上网去购买这个生活必需品哦 可能你还会看你家人在一些Facebook的直播上面 买鱼啊买虾啊买海鲜啊 所以我相信这次MCO已经把Malaysia人train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在网上解决了 那么行动令之后呢 人们一定也会持续在这个网上购买他们要的东西 所以这几个point呢都是给你们了解 为什么你们应该转型到网络销售你们的产品的 OK 呃现在你下定决心要做网络生意啊 那么那么你们应该在那里买你们东西你们有想过吗 如果你们有在你们平时就有在玩一些social media的话 我觉得你们就不用担心啊 因为现在social media什么东西都能做 就这个图呢显示啊 平时呢呃平时大多数的人都会使用social media youtube哦 接下来就是whatsapp 这个也是每个人每天都在使用的 接下来就是Facebook啊Instagram啊 这些网站啊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不会陌生对吗 就如果你此时你把你的Facebook啊Instagram 转化为一个赚钱的工具 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的 如果你家人真的你家有长辈是不会用internet的 我觉得呃你们也可以帮帮他们哦 就他们现在不能早想营业嘛 你可以帮他们在Facebook啊Instagram啊建立一个网站 就帮他们开一个page帮他们开一个account 然后再帮他们拍一些他们的呃 product啊照片啊 然后帮他们edit一下 upload然后写一下caption帮他们reply customer 我觉得这样就他们就可以开始continue他们的生意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年轻人会做的事情啊 当你有你有网店生意就可以开始继续接单了 这样也可以帮助到你的家人啊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啊 呃呃持续他们的生意啊 但你们也是可以联网 或者イReplay Star去建立一个网站的 所以现在你网店也有啊 然后也有人找你下班啊 可是呃这是你要寄送 你要寄送呃你的产品给你的客户时 这些可能是你会面临的一些 问题啊在这个MCO期间 第一可能你会面对一些 可能你的供应链开始断裂 就是你的supplier啊 可能会通知你 哎呀对不起我们现在可能无法 提供你产品啊等等的 因为他们目前无法生产你的产品啊 或者他们选择的快递公司 可能已经没有在时步啊 不然就是有一些路啊 他们可能被封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蛮严重的问题啊 然后第二点你们可能会 面对挑战呢就是可能那个 获到付款会停止他们的服务 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都比较 提倡无接触是付款 就是contactless的 所以大家会尽量避免 去选择一个COD这样的付款 第三呢是相信大家 都要避免这个人群 尽量避开这个疫情 遵守这个MCO啊 所以很多卖家他们都不想回去 For Sophie寄东西啊 还是drop off parcel的 然后第四点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寄过包裹 你也不会寄包裹 所以这是会这四点是你会面对的一些挑战 当你开始要寄你的货物的时候 那么你请你告诉我 你有寄过包裹吗 一是有寄过 二是没有寄过 如果你没有寄过包裹 真的没关系 因为此时Bizion呢 我们希望是可以在这个邮寄这个方面是可以帮到你的 那么让我说说Bizion是什么 所以Bizion呢是一家使用了科技的帮忙 去减换一些很麻烦的程序 比如说预定包裹啊 还有那些包裹寄送的过程 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是使用一个科技的帮忙的一家快递公司 所以因此我们也用科技来转化 编出更多的好处 给我们的用户去体验的 比如说跟便宜的油寄价格啊 然后还有提到你们一些寄送的包裹速度的 所以我们和其他快递公司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点就是我们拥有4000多家的Bizion point 所以这Bizion point呢 等下我会等下再跟你们谈谈更多 然后第二点呢 是我们会使用这科技来运送包裹的 怎样使用科技呢 就是你可以在online上面book你的包裹 你不需要像品诗一样 还要去写运单 就写你的资料客人的资料 你只需要在网上填写全部资料 然后我们那个system就会 auto generate一个云单给你 这云单我们就统称它叫Airway View 然后全部资料在上面之后你打印出来 然后粘在你的包裹上就可以了 是很省力很省时间的 所以我觉得第三点 这点是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就是你不需要出门 就是我们的Bizion那快递员呢 他会亲自来你家去包裹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post office 那么如果你是居住在这大 这七大州属呢 就是有Pineng啊 Johol Selangor Guala Lumpur Melaka Berak Negarit Milam的话 我们是有提供免费的上等取货服务的 然后我们会帮你寄送到 整个西马 还有一些东马的一些大城市 好 所以这是刚才我和你们说的Bizion Point 所以什么是Bizion Point呢 Bizion Point是我们和我们的partner 就是合作商家我们携手提供的一个服务 这个partner里面呢就有包括我们一些零售店啊 还有便利店等等的就是我们的partner来的 然后这Bizion Point的推出呢是让用户更可以享用那些 包括代售还有地方的服务 就是pick up和drop off 所以目前呢你是可以在整个Milatia 找到我们4000多家的Bizion Point的 呃这个是呃这些都是我们的partner 然后是有My News啊 Nitinat Speedman啊 冰城的Sunshine啊等等的 所以你要知道更多我们的partner 你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就是Bizion.delivery看看的 然后呃你也可以在那个website里面啊 你可以search你的postcode 然后找你附近的Bizion Point 所以你可能问我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使用到这个Bizion Point了 就是呃如果你是一个买卖家 就是你的你是一个online seller 你有一天你很着急要出门 然后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等那个快递员来跟你pick up你的包裹 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呃Bizion Point drop off 寄放你的包裹 然后如何drop off呢 你就你要像平时一样 你只要把你的包裹包装好之后 贴好你的airway build 你就可以去到你选择drop off point 你把那个你的包裹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以走啊 你就可以去做你事情啊 你不需要在那边等他哦 你不需要在那边等快递员来哦 所以之后呢Bizion Point呢 会员啊那个边缘哦 他就会帮你scan你的parser 你就会收到一封你自己已经drop off了的message 然后快递员就会来Bizion Point取货啊 当然如果你是买家的话呃 你也不用担心 你不能使用这个Bizion Point啊 你是可以的 这个是呃这个Bizion Point呢 是卖家和买家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什么情况下呢 就可能是呃你的公司啊 不让你们呃send parcel过去啊 然后不然就是你家里 没人没人帮你签收包裹啊 你就可以到Bizion website 使用我们这个Bizion Collective服务 所以这样你就能把你的包裹 寄到我们的Bizion Point 然后我们会帮你代售你的包裹 所以如何使用呢 就是你去我们的Bizion的website Bizion.delivery 你选择Bizion Collect这个服务 你可以在里面search你家附近的Bizion Point 加入你postcode是1900 它就会显示1900附近的Bizion Point给你选择 所以你选择到其中一个之后 你我们就会提供你一个地址 你把那个地址copy and paste过后 进去就paste进去你的购物地址 就是假如说你是在Shopee买东西 你就copy and paste那个地址 你paste进去你Shopee的地址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的卖家是使用 其他公司来寄送的话 也是可以使用这个服务了 所以OK过几天你的包裹 我终于到你的Bizion Point了 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SMS 里面是有Verification Code的 你再去拿那个SMS和那个Verification Code 去给那个Bizion Point的电源证明 那个是你的包裹 然后你再领取就可以了 然后还要记得一点就是 一个包裹呢只能使用那一次的地址 就是地址是一次性使用的 下一个包裹呢你需要再去我们的website 再拿新的地址 然后当然我们会鼓励你在MCO之后 才使用这个Bizion Point的服务啊 因为呃现在可能有很多商家 是因为这个MCO是无法营业 或者营业时间可能会受一点影响的 接着呃我们再看一个很便利的功能 就是对于一位网路卖家来讲呃我相信你们一定会 时常遇到一些你们Customer要求 他们要Exchange还是Return的这种Buzzle 可能呃你的客户不满意那个产品啊 或者你不小心记错颜色啊 我觉得是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事情哦 所以我们要介绍你一个Bizion的退货功能 这会是对呃买家或者卖家都可以提供一个很便利的服务和帮助的 那么你应该你应该怎么使用这个QuickReturn的这个退货服务呢 就是第一你需要去EasyBuster就是EasyBuster.com 你去点击QuickReturn的页面 然后你再填写一些资料在里面 就可以设定好你的那个QuickReturn页面了 你在Copy&Paste里面提供了Coding进去你的网站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网站的话你也可以Copy&Paste那个URL link 它上面会有一个link 然后你可以Copy那个link去给你的客户了 他们只需要去填写一些资料 然后选择想要Drop OfferBizion Point就可以了 他们可以使用回同一张你的订单 你的那个WIN单就是那个Avibu 然后去他们选择Bizion Point 寄那些还要Return的Buster 之后快递员他们就会去取货 然后寄送回来给你了 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对网站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卖点啦 就是你也不需要因为这Return Passer 这样是小的事情 麻烦到你的客人对吗 所以接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 这个是MCO期间呢 其实我们为了我们客人 到底推出了什么新服务新功能 其实我们客户每次说的事情 我们都有在听 然后我们也听到了 所以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呢 发现很多人很多卖家和我们反映 就是他们要进报过 尤其是一些新卖家 可能他们家里还没有买打印机 或者本身本来就是没有考虑要买一个打印机 因为可能他们寄货量很少 不然就是可能他们的Printer硬要完了 然后他们现在还无法去购买 然后等等有关一些打印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和EasyBuzzle联手 有推出了一个服务叫做Fijian Paperless 就是这个服务呢 你不需要再打印文章 你就可以寄送你的包裹 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享用这个服务呢 就是首先你一定要去EasyBuzzle.com 去book这个Fijian Paperless的服务了 之后呢你只要把你的包裹 包装好像品实一样 然后这次是你没有那个Airbnb嘛 怎么做呢 就是你在那个包裹上面写上你的单号 还有你的联络号码 记得那个你的联络号码 还有你的单号一定要写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才能看得懂 对不对 然后我们才能帮你Prin 然后所以之后呢 司机司机就会在那个取货时间里面 去跟你取货的 所以你要包裹被带回我们仓库之后 我们的同事他们就会帮忙 你打印那个云档 然后接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是 我们在这个行动令期间呢 是有推出一些新的服务了 就是因为我们为了我们的快递员啊 还有客人的健康方面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司机啊 还有客人还有大家的健康安全 是摆在第一个新一位的 所以我们推出啊 这个Pigion Contactless Delivery这样的服务 就是来确保我们的快递员呢 和客人是有所距离就是安全的 然后如果我们的司机是来和发现人取货的状况 的话是发现人呢 只需要在我们的司机来到之前 把那个包裹放在一个很安全的位置 然后司机就会上门取货 就会上前去取货啊 就在你们是安全的方面里面的 我有看到我们的用户有跟我们分享一些 视频啊是他们会在他们的家门前呢 是放一个桌子的 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的Driver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那个包裹放在那个桌子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可以考虑用 考虑用用的一个方法 然后如果是我们的Driver寄给收监人的话 我们的Driver呢他就会联络他们之后 并把那个包裹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上面 等待那个收监人来取包裹的 之后司机会用拍照片啊 或者会询问那个receiver IC number这样的方式来记录 包裹已经是派送成功这样的证据 他们在派送期间呢 司机是会戴上口罩的咯 然后快递员的车啊和仓库啊 也会每天进行消毒 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弃使用的 所以这些照片呢 是我们的用户与我们分享的一些照片 所以我们真的也是很感谢那些 一直与我们一起努力的用户啊 然后也谢谢一直在前线的工作人员 有医生啊护士超市人员啊 快递人员等等的 所以在这个这个期间 MCO期间呢 希望大家可以乖乖的待在家 然后躲避这个疫情 然后并让我们的快递员呢 到你的家取货就可以了 所以寄送包裹这方面的事情呢 这个任务员是可以交给我们的 然后此外我们也是有新的一个服务 介绍给你的 就是这个我们Bijen EZ-Star和EZ-Barser 推出了这个新服务叫做Bijen Mart 如果我们推出这个服务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要来帮那些传统的打货店卖家 传统市 呃 传统市级的卖家 因为很多传统 传统市卖家 他们肯定是会因为这个MCO有被影响了 所以如果你有在卖一些日常用品 然后不然就是卖菜卖鱼这样的 我们是希望可以协助你把你的产品 摆放在这个online上面来买 就是我们Bijen Mart 我们会帮你免费上传你的产品过后 呃 就是你注册为买家 这件事情也是免费的 我们会从产品上传 网上付款 到运送这方面 都是由我们来协助你的 我们目前呢 还在寻找一些合作伙伴当中 如果你是槟城Clang Valley Johol Baru的卖家 也欢迎你们呃 联络我们 或者你们可以去呃 打BijenMart.com这个网站 你可以寻 你可以寻找到一个register as seller的button 在你的右上角里点击咯 再fill in那个form就可以了 我们之后我们的呃 我们同事会联络你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买家 你想要在Bijen Mart上面呃 买东西的话也可以去看看下单的 现在Bijen Mart呢 呃 其实已经有不少卖家在上面了 如果你想要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啊 用品之类的 你可以到Pijen Mart上面看看 然后你订购之后呢 我们寄到你家 你不需要再去 不需要再去呃 人挤人啊 去超市买菜啊 还要开车什么 那一定很麻烦的 所以就让我们来帮你 把你的那些goes series 寄到你家 好 所以我们其实也进入尾身了 呃 如果你坚持到最后就恭喜你 因为Easy Passer 推出了这个 Womenpreneur的活动 所以这次的活动呢 我们会呃 送给10千位 马来西亚女创业家 总值300万的包裹寄送来 support你们啦 如果你是女生 刚好你有在做网卖 你只需要scan这个QR code 验证成功之后 就可以在7个工作天里面 轻松领取到50个 free的passer delivery ok 你们scan好没有 ok 然后下一个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得到 你就没有得到这个免费的包裹 你不要伤心 如果你是男创业家 你也不要伤心 因为现在Bijen有在做一个很值得的优惠 就是呃 呃你现在你预定5公斤以下的包裹 只需要5块钱 所以怎么想用这个优惠的价格呢 就是你只需要去EasyBuzzle 你top up一个1 1.20块的配套 你就可以享用到这个 呃5块钱5公斤的这个VIP价格了 好 所以我终于结束了 就呃如果你还想要找更多想请 你可以去EasyBuzzle.com 去EasyBuzzle上面看看的 呃那里会有我们更多的优惠 你可以去Search看看咯 所以呃 这些都是我希望传达给你们的信息 然后千万不要让这个MCO知道你的生意 呃也希望可以早一点在网络世界遇到你们 然后看到你们的网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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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辛苦了 不过其实还没真的结束哦 因为很多的问题是关于到 最多人问的应该是Pigeon Mart Pigeon Mart 其实刚刚在EasyPuzzle那边就已经很多人询问了 例如说我我我拿几个问题好了 嗯 冷冻的榴莲冷冻的那些鸡肉猪肉是不是可以送呢 是可以的 呃我觉得你只要去我们那个Pigeon Mart 上面你fill in那个form 然后之后我们同事就会直接联络你 就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一些processing time 然后他们就来呃 contact你 然后跟你讲一些内容的 嗯 其实这个是专为MCO期间设的吗 就是帮助那些可能要出去外面采买东西的人 可能比较麻烦的 就是把这些呃生鲜的蔬菜水果肉类送到他们家里面去 对这是呃就是MCO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无法出去 嗯 然后呃不然就是超市就会可能排队排很长 然后一些等待的时间 嗯 所以我们团队就立刻呃推出了这个服务 来帮助大家 还有一些呃呃一些传统式卖家 就是那些在巴萨卖鱼卖茶的那些人 嗯 对就我们想要呃帮他把他的生意就可以继续的在走 嗯嗯嗯 那住家式的呢像是昨天我们讨论非常热烈的 那例如说我做了拿西勒马 那例如说我做了拿西勒马 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帮我拍送呢 呃因为呃这个想说呢 因为我们的 它是household product嘛 就是那种住家式的 哦或者不要说拿西勒马 我我我自己做了可能二十罐的那一些辣椒酱 我想要这样子呃呃派送 我有这样子的人呃呃买家 你们会有帮忙派送吗 可以的可是呃因为我们我们的那个 delivery time 是一天里面就是当你今天下单 我们明天才可以帮你寄送的 哦 ok ok 所以呃呃你就提前如果你想要买一些呃可能你说的那些酱料 你就在一天之前里面下单 你今天今天下单的话明天那个deliveryman才来取货对吗 对是的 哦那还好就是我今天下单了之后 我的拿西勒马做好了或者我的炒面做好了 我明天那个deliveryman来了之后就可以拍送到我的这些客户那边去了 是的是的 啊这样就可以可以一些呃让那些卖家啊有一些充分时间去准备的 明白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q&a的问题哈 呃呃例如说Jennifer问呃这个deliveryman来了之后呢 会不会打电话给客户叫他们来取货呢 会的呃呃大多数的呃你是说pick up还是他 pick up应该是两双方面吧 就是不管是pick up都会 都会不管是送和取货都会有 对如果呃他们大多数会联络你 如果你呃可能有一些有一些用户是他们不小心写错电话号码 所以我们无法拨打给他 然后我们就可能会使用一些其他方式可能去按你的门铃啊 啊之类等等是的 嗯 ok好的 不过现在好像不太能够公寓大楼上的来 像是我的公寓是只能够在lobby那边取货的 对对对对 他们就会他们就会打电话给你 好所以电话号码一定要写对 或者你的生命要开不然的话就糟糕了 ok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还有一个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疑惑 Daniel的问题呃 呃请问pigen和easypasser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或者是你们两方面是如何合作的 呃他们其实是我们的like sister company 嗯然后呃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easypasser是一个网就是一个platform 就像刚才小青解释的 是 就是那里有其他的快递公司 然后我们dejun呢是会跟easypasser合作 然后我们会推出一些不一样的呃服务啊 不一样的功能之类的 然后价钱可能也会更便宜更优惠 嗯 因为我们会不定时的推出一些新的配套 嗯 所以你们你们是可以呃有空的话可以上去easypasser 去看看我们和easypasser到底合作了什么 推出了什么之类的 ok 他呃单SK问如果pigen送的话包裹最重可以去到多少公斤呢 呃我们目前呢是30公斤是最重的 嗯 然后那个体积方面呢呃是长层光层高 总共是不能超过一个150cm的 ok 嗯 嗯 然后呃pigenpoint就是刚才那个是door to door 就是我从你家取货送去别人的家 可是如果你选择你要选择使用pigenpoint的话 它是有另外一个限制的 就是呃你的passer呢一定要在5公斤以下 然后你的长层光层高那个走速是要90cm以内的 就是一个A4值的呀 嗯 ok ok 所以是有不同的一个是30公斤一个是5公斤以下 嗯 好呃 Selina问请问Rofo Badu Bahad那边有没有service 就好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可以去到你们的网站 输入那个postcode看一下附近有没有这个 对 呃pigenpoint对吗 呃如果他是只是要他想要用的服务是我们到他的家去pick up的话 嗯 呃他可以去ezypasser就是填写他的postcode ok 然后就他可以在那个v照里面看有没有pigen这个服务的 对 如果有的话就代表我们有coverage 嗯 嗯 因为pigen像是这个ngg kong他问好像有些地点是没有办法去 或者是全马来西亚还没有cover到每一个角落对吗 现在你们在努力当中 啊对呃我们因为我们呃还蛮新的其实 嗯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在很快速的在expand中了 嗯 所以你们也是可以一直留意我们的一些social media 我们有什么expand我们会在上面同时 是 ok Philip问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opee Lazada versus Pigen Delivery System 就是lazada和Shopee的呃物流服务跟你们的服务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呃我们是使用科技嗯 来运送包裹的 就你什么事情呢你就可以在呃网上做这个订购服务 然后加上我们也有一些pigen point的service啊 然后我们也有pigen tablers啊 就你也不用再打印一个订单 就是这种比较特别的服务了 明白好 ok pigenmark还是最多人问的pigenmark这个真的是很多人感兴趣 就是呃有没有额外的附加费就是any transaction fee 呃for pigenmark 或者同样的呃这个问题灵制也是问pigenmark got any charges on seller 呃是没有了是零percent commission的 然后我们也我们也没有什么hidden charges啊 嗯可是呃如果是卖家方面呢他呃一个订单他可能要帮那个买家 呃只付一个五块钱的呃呃呃有机费 这个运送的费用 对对 然后就嗯 所以嗯 那个那个买家他们就也不需要再支付什么呃有费付类的 嗯嗯 ok 看一下那个tracking status如果你看到有一些呃呃怪怪的就是这么会停了一两天 或者你你看到可能呃呃那个delivery是feel 嗯嗯 就是可能是因为你的地址错误我们寄送不到或者你的手机 错误我们联络不到你 嗯然后你只要在第一时间赶快去联络我们的support team ok 啊你就可以呃你可以email给他们是hello at pigeon.delivery 嗯然后他们就会帮你去查询你包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 ok ok 所以你自己卖东西或者买东西其实都应该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不能够只是单靠那个物流的运送员嗯 你要去一直去跟进哎那个货物原本说今天运到了 可是你的卖家一直没有给你回应的话应该是中间出了问题 对 电话没有开之类的嗯好 有有有两个人问的同一个问题 就是Pigeon的paperless 呃pap毛的服务有提到著名联系号还有单号 对 请问那个单号是什么是呃pigeon那边提供的吗 呃是因为呃这个pigeon paperless呢只是只能在ezy parcel下单的 所以你下单你下单之后呢呃那个系统会给你一个tracking number 就是你的单号 你只要refer你的单号 在你的passer上面写 写下就可以了 OK好 蛮容易的 所以写的那个电话号码 像是Jennifer问 是写自己的电话号码 还是接收那个货物的人的电话号码呢 写卖家的 就是你是寄送的那个人 就是寄送的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对 因为我们会担心你 可能你checking number你写错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你的联系方式来联络你的 OK Any extra charges for quick return 有吗 Quick return的话是 如果卖家本身在booking的时候 你就已经选择这个quick return的服务 只是一个53 然后如果是 你本来在booking的时候 就没有选择这个服务 是到之后你才打算 我的customer要退货给我 然后那个时候就要charge一个5块半 可是这个charges呢 是你可以选择要charge在你 卖家还是你要charge你的买家 就他们自己决定 对 这个死下东西就好 这个也回应了SKN的一个问题 好 还有的这个 你们会 你们有自己的hotline吗 customer hotline 我们目前是还没有 可是我们还在计划当中的 是 会有要开发这个hotline的动作啦 好的 那也回应了Kim的问题了 好 我看一下 所以最近MCO期间 政府是规定8点早上到8点晚上 才能运作的 所以再加上我们的包裹量 真的增加很多 因为大家都在online shopping 然后所以难免会影响到一点点 因为SKN还有那些我们的同事呢 他们是无法有充足的时间去 整理那些包裹啊 还有在运送可能去别的周术 所以难免是会有一点影响 嗯嗯嗯 那PGN有些什么东西是不能记的吗 像是SKN也问说 有哪些的违禁 呃就是说PGN你们没有办法送的东西 刚刚我看到在checkroom里面也是有问 一些易碎品或者是一些 比较难保存的东西 是不是就PGN那边可能就比较麻烦呢 呃其实我相信这一点是每一个快递公司都差不多 就比如说你要记一些spray的东西啊 然后食物类啊 我们是其实我们不是很建议大家去记送的 嗯嗯嗯 因为尤其是在MCO的期间 如果你记那种新鲜的东西 是一定很快坏掉的 尤其是因为我们有遇到有些人是寄送蔬菜 给他们的可能他们的receiver 是然后可能会延迟个一两天 然后那蔬菜可能就没有那么新鲜 嗯嗯嗯嗯 然后再加上呃食物这方面呢 是其实是呃 就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没有补 没有不会补藏你的一个 明白 一些一个用品来的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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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or说是呃坏掉了我们就很难去帮你付这个社员 所以最好的还是 运用Pigeon Mart的那个功能 对你们可以就申请 这一个骚扰 我们会把你寄手 OK所以Pigeon Mart 跟你们Pigeon提供的服务 比较大的差别 就Pigeon Mart是专注在那些 新鲜蔬果类啊 那些冷冻的鱼鸭肉啊 如果家里突然没有的话 去Pigeon Mart那边可能找到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像是如果我是杂货店 开杂货店的话 就可以跟Pigeon Mart登记了 对吗 嗯可以的 就可以跟你们合作 好的OK 好也问这个朋友问说 如果包裹寄施了 是Pigeon本身的问题的话 请问那个赔偿金 或者是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的赔偿金呢 最高是200令吉 嗯 所以如果你是200令吉以下的 哎就你刚刚好是200令吉 我们就会赔偿给你200令吉 如果你你的货品是超过200令吉的时候呢 很不好意思 我们目前也只最高 最高额只能赔偿你一个200令吉 嗯 OK 又是Pigeon Mart的问题 是服务仅限于同一个地区吗 就是如果槟城北海 就是槟城北海 发生就发生路就就发生路 是这样子吗 对 因为我们目前呢 就是要维持比较新鲜的货物啊 然后可能我们时间有限等等的 所以我们目前呢 只能在一个selected area selected postcode进行一个运送之类的 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物流还蛮头痛 不过现在就是Pigeon 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到最后市场有些什么东西要补充的吗 跟所有正在收看的这些朋友们 就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你们也是可以去到Pigeon 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你可以email我们做一个询问的 然后你们也可以多多去看 Easypasser的website啊 还是blog啊 我们时不时就会推出一些新的优惠 然后如果你们现在想要下单的话 你们可以去Easypasser 现在五块钱 是 就是五块钱 你在五公斤要发过一下 OK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是价格绝对是负担的来了 今天非常感谢诗珊的一个分享 谢谢你诗珊 谢谢 谢谢 拜拜 OK好了 刚刚听到的就是诗珊的一个分享 Pigeon和Easypasser 他们的一个结合的功能呢 就可以让你得到非常多的一个便利 你要寄送服务 在Easypasser那边下单 然后在Pigeon那边就帮你寄送 哇 这样子听起来 你就可以省去很多的这些物流的一个烦恼了 好 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可以继续发问 在Q&A的部分那边发问 如果想要跟我们聊聊天 或者有一些询问 或者有一些 哎 技术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Chat那边去留言的 Q&A的部分呢 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技术人员 或者背后的专家呢 来用 如果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答的话呢 就用文字来帮你解答 ExoBytes Grow your business online 7 9 7 呀